嘿喲聊世紀天野中心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我們來看看亞美妮亞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 哈拉布地圖 好先來介紹一下藍色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一開局 就有這個免費的羅車 那他免費的羅車除此之外呢 喬治亞人的這個強化教堂 還可以增加周圍村民的工作效率 那他這個工作效率呢 建議是插在這個黃金還有木材的 不是木材 黃金或者是農田地帶會比較好 因為這兩個地方 不太需要會一直上伐木 挖完就要繼續移動 所以喬治亞人呢 特色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把這個強化教堂 插在各種礦區 還有農田地方是重點 那喬治亞人除此之外 他的洛馬也會自動回血 封建時代可以回虎滴 城堡時代是10滴 利用時代是15滴 那到了後期的喬治亞人 也可以點下這個銀罐技術 可以讓自己的防衛箭塔 獲得奴炮的效果 簡稱串燒箭塔 那喬治亞人後期 帝王時代也可以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可以讓自己騎士的人口 減免喔 人口的佔據減免喔 減少了大概15%吧 非常多 所以他的100隻騎士的話 減掉15隻 就是可以再少掉 只佔了85人口 可以再多15人口的意思 哇 喬治亞人這樣子 後期的 暴兵喔 非常可怕 那後期呢 他的這個 莫娜絲炮 是每5隻騎士 或每5隻的 這個 莫娜絲炮的 騎兵單位喔 在一起的時候呢 也可以增加一點的傷害喔 那最高可以加4點 所以他後期的騎兵暴團 至少要3到40隻喔 才可以一直保持在這個 高傷害的情況 那 喬治亞人 後期喔 主要還是要打騎兵為主喔 其他部分喔 稍微有點普通喔 而且他沒有像亞美尼亞人 有這個 戰鬥祭司可以用喔 所以他的打法還是比較 屬於為騎兵路線喔 攻兵路線的話 也只有這個 戰毛兵 比較能用一點 其他東西都感覺不太行喔 個人的感想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特色是有這個 羅車的這個減免 減免20%喔 一台羅車的造價是100木頭 跟20食物喔 那他這些減免喔 讓他亞美尼亞人的這個羅車造價 會更便一些喔 那亞美尼亞人他是一個 步兵文明跟海軍文明喔 但是他的寶兵喔 卻是 複合弓箭手 那複合弓箭手呢 讓他喔 可以無視對方 裝甲 進行攻擊喔 但是是不能 無視對方的工程器單位喔 進行無視防禦力喔 所以亞美尼亞人喔 遇到衝車阿 或是火炮 巨頭之類的喔 還是要拆很久 並不像 並不像 近戰單位喔 可以拆得很快喔 那亞美尼亞人的這些 羅車裡面 建造的這個 一級伐木喔 跟這個採礦技術喔 都有提升25%的效果 像我們的 二級伐木喔 是 一級伐木喔 我們就用一級伐木來比喻喔 一級伐木的話 他是可以提升25%喔 而不是20%的效率喔 那二級木也是喔 那挖金技術 是提升15%的加速 那亞美尼亞人 是提升18.5%的 這個工作效率 所以亞美尼亞人的後期喔 伐木的這個能力喔 是非常強大的 那我後期他是可以瘋狂伐木 然後展出大量經濟的文明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喬治亞人直接用兩棒棒開打 稍微拉打一下 肉麻過來 卡一下位 但是發現有點打不太贏 奧特這邊的村民 非常的 飄悍 有點 有點兇阿 這邊棒棒想要引用 對方過來打一下 那些沒打一下喔 村民就不能繼續採集資源 好 那喬治亞人這邊的打法 是一個兩棒棒開局 亞美尼亞人是一個正常的18匹 上風劍打法 喔是19匹 好看錯了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特色喔 就去講 他有這個 戰鬥祭司可以使用 那之前的一些四處影片裡面 有看過全滿的戰鬥祭司 跟一般的全滿的劍兵勇士喔 三攻三防 在一個劍兵勇士的情況下 亞美尼亞人的戰鬥祭司喔 是可以打贏劍兵勇士的 那亞美尼亞人的步兵呢 金冠技術點下之後 步兵也可以再多30滴血 劍兵勇士的血量也是非常高的 好這邊想用羅車去卡位 但是村民可能要死了 哇這裡棒棒瞬間收掉一村 好外界時代好一段距離 這裡要直接爆卡羅車嗎 羅車血量掉很快喔 羅車的血量不像法務場這麼多喔 哇這裡 剩下100滴 拉了肉馬跟聰明過來解一下 但封建時代還沒有上 等到封建時代上去之後 這個肉馬才會打得比較痛一點 好兩村繼續追 要不要先補個軍銀 已經補了 好趕快下馬就 那我覺得亞美尼亞人的戰劍部分喔 其實沒有到非常強 因為他第二發的箭矢 是傷害比較低一點的 那我覺得他海戰會搶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銀貫技術 他的這個爆破船 範圍可以增加33% 大家也知道爆破船在海戰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那他可以增加33%爆炸範圍喔 基本上就是跟 中國的血量加成是差不多的意思喔 成功率更高一點 效果更好 那亞美尼亞人的 這個能力喔 讓他在海戰出自爆船 可以算是團戰之鬼喔 我們個人認為 只要有這個 自爆船加成的文明 在團戰都不會太弱 以單純打海戰的部分 不含這些什麼 經濟加成啊 或者是海戰的其他優勢來說的話 就以兩邊 自爆船互炸的情況喔 這個中國跟亞美尼亞人 感覺是不錯的選擇 好 那喬治亞人這邊是 決定要打個26P 點封建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P數比較微妙一點喔 有點不上不下的 不像是黑跳城喔 而是想要黑跳城 跳到一半突然情況不對 好趕快升封建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升封建上去喔 要趕快先按槍兵喔 好後續看要打肉馬 或者是打工兵喔 其實都可以後續決定的喔 26P 好這邊稍微補一個驢車 把自己家裡給圍住 好三隻肉馬在後面開始繞 好升級到封建時代的喬治亞人 打的是肉馬 OK 肉馬有威脅能力 好 下降人補下了一級農田技術 那稍微再補充一下喔 羅車好像不能放這個果子的樣子喔 果子一定要用這個模仿喔 才可以收成喔 這一點算是一個蠻細的一個細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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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認知這個羅車喔 是可以放資源的話 那在遊牧的情況下 可能會用羅車去吃果子喔 那我印象中喔 他模仿是 只能用果子吃的喔 不能放到羅車裡面 但是野味的部分喔 像是豬肉阿 或是鹿肉 還是可以使用羅車去放肉的 再一點蠻特別的 那我記得 萊爾好像也不能用羅車去放 一定也是要放這個碼頭喔 或是這個模仿 所以羅穿的一些放資源的東西喔 並不是所有資源都能放的 羅穿是比較細微的部分喔 一般玩家可能會感受不到 這個細微的差異 那以一些玩家們來說 可能實戰上就要去注意這些細節喔 避免會打出一些經濟miss 這樣就會有點臘腸 好 那目前看到喬治亞人 這邊是補到了31吋 亞美尼亞人 這邊經濟也慢慢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稍微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起來兩邊不會再繼續打 唱兵稍微防守 小打小鬧 好 果子終於吃完 回家後面挖金礦嗎 這裡把果子的人去補金礦 感覺是不錯的喔 OK 去補了金礦 還有一個補了伐木工 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一下城堡時代了 那到了城堡時代喔 就是喬治亞人跟亞美尼亞人的分歧點了 喬治亞人城堡時代的強化教堂 讓他經濟可以突飛猛進的加成 那道德有嘗試過使用喔 就是單TC 然後先插強化教堂的效果 其實沒有到非常有優勢喔 反正還是多開TC喔 更能展現出經濟加成的感覺 那我覺得強化教堂也是這樣子喔 就是他是一個額外增加的東西喔 實際你要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喔 還是要按更多的村民出來喔 才會有明顯的增長感覺 好這隻肉麻溜到了後方 喬治亞人升到聖堡時代 肉麻的回血來到了10滴 1分鐘 好這邊肉麻看一下護達 但是亞美尼亞人兩隻肉麻血量很殘 這可能要被收掉 這邊槍支三兵過來 第一時間攻擊是後方村民 村民第一時間被爆打 三隻槍兵即時過來救 但是救不到這隻村民 女村民直接蠶死 後方亞美尼亞人直接補下重裝長槍兵 看一下這個情況不對 馬上按下了戰鬥祭司 那戰鬥祭司這個單位 是可以撿聖物的 也可以治療 但是就是不能遭降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造價方便是30肉跟60黃金 以造價來說 他是一個偏貴的黃金單位 再加個15塊錢 就可以變成騎士了 那再來城堡時代初期的戰鬥祭司 其實是很好用的一個單位 搭配長槍兵一起往前 只要中間看到聖物 就可以順手牽鳥趕快帶回家 而且喬治亞人跟亞美尼亞人 這個聖物只要放到強化教堂裡面 就會自動射箭 所以如果能多拿一點的話 對於防守來說 也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這個聖物的部分 喬治亞人在前方補下一些槍兵 還有弱馬升級了上去 想要招強騎士 但是被逼退 你們看到右邊這個聖物 先撿一個 然後放在前線 前線的教堂就可以 可以有這個經濟 這個自動防衛的效果 但強化教堂這個自動射箭 其實有點小小的遺憾 這個 弓箭科技是沒有辦法 影響到它的射程 但是傷害是可以的 所以它實質上 是一個 有射程限制的城鎮中心 它的射程跟城鎮中心 都是一樣的 都是6射程 攻擊力45 但是它的不一樣地方是 城鎮中心可以設 建築物底下的單位 但是強化教堂 這邊是有一塊區域 跟城堡一樣 是沒有辦法進行攻擊的 所以如果遇到對方的 強化教堂推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 騎士直接手撕掉 或是用大量步兵 或是直接用衝撤 開點是沒有問題的 但它的優勢 還是不需要石頭 就會自動射箭這件事情 所以有好 有好也有壞 不能說完全都是好的部分 好 那亞美尼亞人 這邊是 轉出了更多的戰鬥祭司 要來打一個步兵抱團的路線 那亞美尼亞人的步兵抱團路線 要到了帝王時代 才會更強勢一點 但是它這個步兵血量加成 是不含長槍兵的 稍微可惜了一點 不然它的垃圾兵 可以說是 四季帝國裡面 最坦槍兵的 但還好 現在最坦還是 維京人 維京人的槍兵66滴血 有點危險喔 戰鬥祭司趕快砍老頭 老頭直接收進去 哇 這邊箭矢射出來的數量很多 其實這邊開打不太有優勢 戰鬥祭司打一打突然在補血 哇 尷尬了 全部被收乾 這根防禦教堂 強化教堂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這些老頭也可以幫忙輸出 村民也可以即時增加箭矢傷害 那目前3TC開農 看起來3TC農是沒有問題 但喬治亞人這邊經濟會很好 然後教堂待會再依序慢慢補下就可以了 這裡怎麼有一隻騎士在砍這個 拿一個老頭去照一下 但這個老頭沒有打算要理 我們去撿生物 那亞美尼亞人經過那波的步兵送掉 讓他自己撿到了三個聖物 現在三生物經濟優勢非常巨大 好 喬治亞人這時候補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老頭 加上自己的騎兵單位為主 好 這邊稍微收吹一下 那羅車呢 是可以收到城鎮的東西裡的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被打爆的話 也可以趕快收進去 才不會直接被換掉 畢竟羅車的血量 是比一般的身材建築物 是還要更低一點 好 國車也想要進去 但沒有地方可以跑 這邊 弱馬大弱馬砍了一波 加美尼亞人 這邊村民死傷 來到六村 來強兵過來營救一下 撥倒了一點血量 稍微微死 堵住路口 比拉卡出去 好 這邊是4TC Kaino 那目前強化教堂這個區域 就可以有需要讓這邊 挖金礦的村民 還有這邊的農田 還有前方的伐木工 都可以吃到這個10%的工數加 這個工作加成 那後方這邊的話 可能是要補這個位置 下方這一點的位置 補在農田旁邊 然後金礦吃得到 下的滅木頭也吃得到 所以玩喬治亞人的強化教堂 插著這個地點 也是需要去深思熟慮的 就是想插拿就插拿 那像Hard這樣子 插在正前方 又可以守到正面 又可以補到金礦 是最好的選擇 好 這裡補更多的房子 好 均勻補下兩個 這邊看到亞美尼亞人 我們普洽開始走 走了步兵路線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點下了 急兵的升級 亞美尼亞人有個特殊能力 是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這個步兵的升級 攻劍時代就可以升級長槍兵 帝王時代可以升級級兵 非常的厲害 所以為什麼亞美尼亞人 他有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對方裝甲的弓箭手 但是卻是步兵文明 的原因就在這裡了 然後金冠技術在點下 步兵的血量又特別的多 戰鬥技術也吃得上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升級二級的步兵鎧甲 沒有打算要升帝王時代 喬治亞人這邊是有意想要點帝王的 所以這邊喬治亞人趕快先避戰 用老頭去防守 這面這個石頭可能會有點危險 趕快補一根 不知道 看來 大家會玩的人都知道要幹什麼 好 補了一根城堡在這裡 這個地方防守住 這裡門面就沒問題了 下面還有強化教堂 好 當然強化教堂守在了一個 比較正面的位置 而不是在下方牧區 好 老頭著想一下 找到了一隻槍兵 好 這邊可以繼續踩石頭 老頭繼續防守 這邊稍微用村民住進強化教堂裡面射箭 補充一下箭矢的數量 好 但由於沒有升 升這個彈道球 射的有點歪啊 好 剛講完就補了 他也覺得很歪式吧 其實大家玩到後面都會意識到 欸 這個怎麼那麼歪 趕快補下科技 好 那強化教堂有彈道學之後 防守效果又會更驚艷一點 好 死掉了 好 帝王時代補下 雅美尼亞人這裡補下了首推車 經濟也來到了最好 那喬治亞人點完對王時代之後 就可以考慮來補二級農田了 因為準備要來灑第二波農田了 這裡有些農田準備要挖乾了 好 但這邊 戰鬥祭司 騷擾得有點瘋狂啊 我們真的完全不管城鎮中心 還有強化教堂存在 好 這一波收穿讓喬治亞人 經濟下降了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時間 兩邊的經濟誰比較好 我現在看到的是 雅美尼亞人 還是略升一籌的 所以說強化教堂 給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其實沒有到非常誇張 那還主要是因為 雅美尼亞人這邊不必 一直騷擾到這邊村民 一直收村 村民長時間沒有工作 也讓經濟下降了非常多 所以這個工坊 到底怎麼算怎樣才是好 其實很難拿捏住 一定要做一個取捨 當然你要暴農是沒有問題 防衛教堂確實也是能防守 但你防守還是要犧牲村民的工作效率 所謂的友誼好美良好 好 喬治亞人這裡果然補下了二級農田 這個時間真的是差不多該補了 如果有在注重經濟的情況下 那三級農要不要補 其實很無所謂 二級農這個時間補 我覺得是最ok的 好 那到了這個時間點 喬治亞人待會就可以爆出 大量的莫娜斯塔騎兵 加上自己的騎士 開始抱團了 好 好這裡老頭繼續著想一下 後方的喬治亞人 好亞美尼亞人 這裡轉出了複合弓箭手 哇複合弓箭手無視對方光甲勢奧伯 其實還不錯 但是傷害還沒點上去 連二級射都沒有 所以打起來看起來有點癢 而且洛瑪本身本來就是 防禦力沒有什麼了 沒有什麼防禦力的關係 所以這個弓箭手 看起來有破防跟沒破防是一樣的 哇你數量這麼少還想要卡城堡下方 道德調皮了 這一波復合弓箭手應該是沒了 而且還有單道學 喬治亞人 好強 好強 喬治亞人這邊的一個騎兵 開始轉出這個寶兵 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是需要45黃金 60肉的單位 但血量來說是比騎士少了一點 大概少了25滴血左右 但他的優點是 每五隻莫娜斯帕跟五隻騎士 共同在一起的時候 都會增加一點的傷害力 所以盡可能要多打一點 這個莫娜斯帕加騎士的混大 會少一點 這間莫娜斯帕的血量來說是少了一點 但他的優點是 近戰防務力非常高 天生就有三防 精銳的話是五防 到了後期 防務力可以高達8點 防務力 遠防還有6點 所以總體的炎喬治亞人的寶兵 是不弱的 而且再加上金冠技術 這個成千上萬的騎兵數量 會讓敵方非常難受 甚至連槍兵都很難扛住 對方這個高傷害 好 看到我們新國民的兩棟城堡 都是非常的 實造建築物 而且有點天然的部分 下面是天然的石頭 還不是人造石頭 這些細節設計 我覺得是世紀帝國的美術 我做得很好的一點 而且這邊有看到 中間的這個石頭 也不是完全都是人工造的石頭 有些天然石頭附著在上面 有點是現在這種 山壁上的城堡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個文明為什麼叫做 山脈王室 就是因為這些細節 好 那我們看到亞美尼亞人 點下了金冠技術 金冠技術點下了之後 鋪兵血量就會提升上去 up 30滴血 血量來到90滴 這時常見兵 雙手見兵再上去 血量再up一次 見兵是再提升一次 又會更可怕了 這邊直接用大量老頭 直接著想 雙手見兵升上去 血量90滴血 然後到了 劍兵勇士才會再提升血量 哇有點有點脆有點脆 怪怪的 打不太贏 這邊前面不敢上 結果後面三巨頭已經出來 這裡絕對不能失守 一死守就沒得玩了 好 莫拉斯帕爾攻擊力慢慢提升上去 12加3 莫拉斯帕爾的數量不夠多 喬治亞人率先轉出火槍 這裡轉出火槍之後 打擊亞美尼亞的步兵效果非常好 一般的火槍兵對步兵是有外增上的效果 好 劍兵勇士升上去 血量來到了100滴 白血劍兵勇士 而且這邊還有軟甲技術 1加5 軟甲技術的加成 遠防6的劍兵勇士 效果 感覺有點普通 畢竟後方的老頭 加上槍兵實用太多 雖然這邊能打倒很多的莫拉斯帕 但是有點扛不住火槍的傷害 雅美尼亞人對付對方的火槍 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只能轉出戰毛兵或是強弩 或是用複合弓箭手手太短了 只有4加3射程 比強弩還要少一點射程 所以手要貼得非常近 要跟火槍對射 基本上沒有射程優勢 火槍是可以跟他一起互相傷害的 這邊使用大量的單位 開始往前壓制 但射自己被招強掉的劍兵勇士效果很不錯 這三台巨頭可能要被拆掉兩台 第三台有機會嗎 快跑 來不及了 跑掉 喬治亞人這邊臭民術 現在這邊 軍隊術開始被壓制 臭民術來說的話是領先 十任喔 雅美尼亞人 喬治亞人這邊稍微落後了一些 現在再補下了三級馬凱 起兵路線還沒完全成型 燒掉了一些複合弓箭手 好 這邊的劍兵勇士爆砍一波 讓這邊火槍兵數量開始編少 好 看起來好像有點反打回去喔 雖然後面老頭數量還是非常的多 也是持續在招強當中 神權政治什麼都補下了 好 燃火槍有點快喔 沒有辦法處理這些單位 白血的劍兵勇士還是很省喔 彈度也OK 右邊部分也是轉出一坨 複合弓箭手 開始進行多線分推喔 鐵產出的巨頭 好 喬治亞人點下了銀罐技術 又來串燒劍塔的斯萬塔 好 斯萬塔 這科技要往哪裡插呢 那這個科技喔 確實打對方的步兵效果應該是不錯的喔 假如是奴炮啊 或是奴炮相之類的單位喔 打步兵是一個很好的效果 還有弓箭手 那我們就來看他的劍塔 會插在哪些位置喔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插在高地喔 可以建議喬治亞人的高地寶 高地劍塔 減免傷害是減免更多的喔 減免傷害來到了40% 非常的誇張 而且修理建築物的 這個修理費喔 也減少50%喔 所以這個城堡可以扛更久 我們這邊看到巨頭 打一下喔 可能只有200多滴血喔 並沒有非常誇張喔 有沒有 大概250左右而已 所以奴炮雅人的城堡慘度喔 是應該現在遊戲裡面喔 最坦的城堡喔 欸 海士奇是波斯啦 波斯點下金罐我記得也很坦 我記得波斯是增加25% 傷害減免 這也是45%喔 比喬治亞人多5%的概念 哇 這個細節素質喔 每個文明真是不一樣 都就是斯基帝國2喔 好玩的地方喔 好 那這邊大量劍免免 是直接衝到喬治亞人農田裡面 但目前還沒有點下金瑞的關係 喬治亞人現在用 木馬斯塔反擊回去 還是有點困難 畢竟有沒有點金瑞喔 實在是差2點傷害的喔 OK 14加4 近戰防衛再加2 近防8的 莫... 莫娜斯塔 好 這邊有一波爆船 攻擊14加5 欸 好噁心的傷害啊 而且坦度來說 打劍免免是相當不錯的單位 而且造價比騎士還要便宜 喬治亞人騎兵 真的是很猛喔 我真的覺得 喬治亞人喔 是有機會可以讓 一些喜歡馬國玩家 如果不打遊俠的情況下 次選喔 可以選擇這個立陶宛 葉提斯喔 然後再來就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這個素質喔 跟造價喔 我覺得CP值真的是蠻不錯的 雖然血量少了一點 但傷害力喔 是跟坦度是一個保證喔 應該這個劍兵喔 是打下去有點癢癢的 而且莫娜斯塔的騎兵還會回血 利用時代每分鐘15滴血 只要多回一滴血喔 剩下一滴血 讓對方多彈一刀 也會賺得到喔 好 這邊火槍開始壓制回去 莫娜斯塔加上弱馬還有火槍 後方努力進行輸出 但是後面的複合弓箭手 打莫娜斯塔的傷害還是不錯 還好亞美尼亞人的弓箭手 是沒有拇指環的喔 所以射擊速度就是有點慢 算是不信眾的大性喔 不然他可以破甲 又可以攻速快喔 就有點很噁心了 好 那左邊地方 大家也是多獻騷擾喔 看到莫娜斯塔也是到處奔推 但是農田地方 還是被壓制了回去 造價人這邊有點被打爆的感覺 白血的劍兵勇士 繼續升推 造價人這邊抱團騎兵 完全抱不起來 肉量完全不夠 後方的劍兵勇士也是持續分推 好 這時候哈特打出了GG 哇 227隻的亞美尼亞人的劍兵勇士喔 這個數字非常優秀 白血17攻 遠防6 近防4喔 然後造價又很便宜 哇 真的是 亞美尼亞人 真的是步兵文明喔 而不是工兵文明喔 這一點我真的是認了 亞美尼亞人的步兵真的是強啊 好 那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道特這邊完全勝利喔 基本上沒有東西輸 而且是拿到了5勝物喔 那來看一下軍事的部分 軍事的部分算是喬治亞人拿到1.12的KD喔 那這也是因為喬治亞人有轉出火槍喔 我想打正兵勇士本來就很好用 但是他的KD好 卻守不下自己家裡喔 可能1.9太大了 人家用大量的兵去淹過去喔 重放你的精細喔 還是更有效一點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來吧